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这期是一个游戏视频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摄影发烧友 跟他在一起这十年 给他拍了好多好多张照片 每张照片呢,背后可能都有一段故事 那具体每张照片背后有什么故事 我不知道韩总还记不记得 所以我今天刻意整理出来100张照片 都是我给她拍的她的照片 我想考验一下她 就是让她看看她是否还记得 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这100张照片就是100分 猜对一张就是1分 我看你最后能得几分,行吗? 最近一个月的有没有? 没有 都是几年前的 那可能不及格 是负分吗? 负分是不可能出现的 最多是零分 记错的那种扣分 记错就是零分,就不得分了 你觉得你能得几分最后? 自信点 10分 你能得10分是吗? 那就不错吧 因为我挑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猜的 简单的,她至少还能猜出来是什么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张 这个表情 说话,这是静止画面吗? 2015年 你连哪年都记得? 2月份 立马 哇塞,你可以啊 对 对吗? 什么事情 你从老家回来 我接你 富丽万丽酒店 挺厉害啊,第一张就猜对了 这张照片就是2015年的2月 我过完年春节 从山东回来 然后当时你知道吗 是她爸妈在我们家呢 所以不方便 然后她就去接我 直接把我接到了酒店里面 这么直接? 可以 可以 开门红 第二张 一按资讯就上来了 这不好猜的 你真不记得 不用猜哪年 就说这是在哪拍的 韩国 是的,你记得是吗? 嗯,静止画面 要么是韩国 要么是北京 你就说一个 韩国 猜对了 这个是有 对,有一次我跟韩总去韩国的时候 这件可以这样猜的 对啊,不用猜哪年啊 第三张 我记得 啊,不记得吗? 有印象 这应该是在谁家 这个是在那个酒店市公寓里面 子澹 对 你没有回答上来 也算是别人家好吗 不是别人家 这是公寓 是啊,但是她哪里当家住啊 No,当时她没搬过去呢 当时就是开了一个房间 我们去那聚会吃饭 又是开房呀 我们一堆朋友 开了一个套房 去里面开party 就这个 哦,想起来了 好吧 错了 第四张 这个是 曼谷 哦,不不不 这是咱自己家 哎 这个经过来咱们家的好像啊 曼谷吧 韩国 错 他在猫 你不许这样猫 这是巴提亚的西尔顿酒店 我刚想说泰国 说上了韩国 你说的曼谷 你说的曼谷 这是巴提亚的西尔顿酒店 是有年我们去的时候 在那个我们住的是一个 我知道 我想说脑子和嘴没有通过 海警方 然后这个是玻璃一个洗手间 下一张 这好菜 这日本啊 哦,错 这是在 你还不开 错了 不行 只回来一次的机会 只回来一次的机会 这上面全是中文字 什么小家店 零食 多少钱 打折 他说是日本 这在哪啊 我跟你说 这是在加勒福 好了 好,我们当时住在柏子湾那边的加勒福 过,下一张 这个应该是好像 你哪找的这图 这肯定在北京啊 错,是上海 这是跟那个我们一起去西兰卡的那个女孩 咱们在上海一起吃饭啊 好好好 过 下一张 这个是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咱们一起上班团建 在那个宽沟招待所 啊,这个对了 是我们当时还是同事的时候一起出去团建拍的 下一张 这个应该是在 在你家吧 刚刚认识的时候 哦,在三元桥 好,猜对了 下一张 这好猜 这个是咱们两个一起租的第一套房子里面啊 嗯 这个是我跟韩总当时 五道口 对 我们当时在五道口 第一个家是租了一个 三十多平米的小开间 三十三平 小开间我们俩住在那 下一张 这个也好猜 这个是咱们第二个家 在那个墨里边 嗯 对吧 直接从三十多平米换到了两百五十平 二楼,白角的那个地方 下一张 这个是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是在北京吧 错 上海 错,你不要蒙了 你不能这样猜 你这样违规了 你不能 韩国,泰国,北京,上海 咱就去这几个店 你总有一个蒙对的 咱俩第一次一起去沈阳 去那个奢侈品店拍的 带一张 这好猜 我还在咱们家 第二个家 第二个家在哪 第二家二楼 那个一楼餐厅上面的位置 好,对了 过 你咋不把这个图片再放大一点 只落个鼻孔 然后你让我猜 这在哪 你就开猜 这在车里 去哪的车里 去机场的路上 这你都记得 对了 下一张 这个是在 那个 郊区 去了一个什么意大利的 那个 一个农场 对,错 三里屯 三里屯的一个餐厅 这个 三里屯的一个餐厅 这在哪来着 三里屯的一个餐厅 这是哪来着 诶,我也忘了 你忘了,过吧 就当你错了 凭什么呀 你不记得呀 三里屯的一个餐厅 不是 凭什么不是 不是 我一向来回家 三里屯的一个餐厅 然后你说 你不记得了 我记得 三里屯的一个餐厅 2015年 算得对吧 算得对吧 给他记一下 下一个 三里屯的一个餐厅 不是 接下来所有的都是 三里屯的一个餐厅 夹鸡 五道口的一个披萨店 下一张 那个谁 那个书文的那个海鲜餐厅 记性挺好的呀 对吧 怎么做做的一张自拍 大家能看到 下一张 这肯定在家里面 哪个家 富士那个家是吧 下一张 这好猜 这个在首尔 当时拍的那个Cucci 对 这是当时在首尔帮Cucci拍一个穿搭 这还挺好看的 这也好猜 这是在美国 在咱们朋友家 在美国私情家的那个阳台上 对 我们晚上在这还开par呢 下一张 你这时间线全是故意打混了是吗 怎么了 这是在咱们第三个家 第四个家 对 你买的房子 这就买房子了 对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你不要放大看 手里拿的不就是水晶球吗 什么的水晶球 什么的水晶球 CM的水晶球 对 这个 是我 忘了自己长什么样子 这是颜值巅峰的你 这应该是咱们从 咱们去韩国 在哪 这是 机场 哪的机场 人川机场 对了 这张照片好好看哦 这真的是颜值巅峰了 你的 下一张 上海 错 杭州 对对对 错对对对 这是一次咱们出差 当然我们还是同事的时候 开那个年终的一个会 我们一起去的 这个地方不是在上海吗 不在上海 在杭州 下一张 这个好菜 二楼卫生间 你看那时候 嗯 这个也有 那时候更明显 你看 一块一块一块的 各个大大的 下一个 上海 和那个谁 诶 你可以啊 这个我菜都没想起来 我看到这照片的时候 嗯 怎么那么厉害呀 下一张 这个你要能猜对 我就去吃香 诶 为了让你吃香 还早今天拼吗 算了吧 想里不好吃 你说啊说啊说啊 在哪儿啊 半骨 错 东京 我们在东京的酒店里 为什么你会认为他这个猜不出来 因为这张照片我都换忘了 我都差点没有想出来 这种照片谁都猜出来 我们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在那个东京的那个酒店里面 你在那办公呢 下一张 东京 东京哪儿 嗯 东京路上 嗯 错了 这张照片好好看 下一张 上海 上海 上海在酒店里 对 去参加华为的活动 你放大看的 你放大看的 你放大看的华为的手表了 你管我呢 下一张 新罗免税店 当时是那个新罗免税店 邀请我们过去给他们拍那个宣传片 下一张 你去过这种地方吗 斯里兰卡 厉害 斯里兰卡的一个教堂里 嗯 下一张 她的笑容告诉我她想不起来了 五道口 哪儿 五道口哪儿 咱们那个楼下的那个 What 楼下的一个那个 咖啡 咖啡厅还是餐厅呢 可以啊 你这都能想起来 这么久远的照片 八九年前的照片了 一本是 是拿给我测评的 这个好说吧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家 在楼下 抱着虎妞当时去做检查吧 去医院 去宠医院的路上 这个 时髦的痘痘鞋 还有九分裤 还有小红绳 夹腕上 你们亚也有这个年代啊 她有 我没有 三 二 你别催别催 北京 哪儿 宽沟招待所 就是我们那次去开年会的时候 下一个 那个宽展巷子 成多 不是在看的巷子 在那个酒店外面 妈呀 行啊你 去参加那个巴贝尔的活动吧 对 当然是 这个是去成都 参加那个巴贝尔的一个活动 下一个 咱们第二个家 对吧 在家里我给你拍写真 哇 好好看哦 哎呀 真的是 对吧 下一个 这个不是那个什么吗 在巴提亚吧 错 等会儿 不等 你出单碗 你不能一个一个擦来亲 苏美岛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去苏美岛的时候 在苏美岛的那个酒店里拍的 酒店房间里 穿挺少哈 对 还有更少的 再一个 咱们第二个家 嗯 这个好菜 也是在家里 当时我们租了一个特别大的房子 200多平 然后房子一大就不爱出门了 现在在家里宅着 下一个 朝鲜大理城 对 那大理城 对 那大理城那个多大梦的一个 多少周年的一个活动 一个展 它不是周年展 它就是一个活动展 一个活动展 对 我还买了一套他们那个图客 再一个 这是那个意大利农场 对 是 是啊 绝对是 是北京郊区那个意大利农场 下一个 嗯 香山 你怎么都记得呀 这样就没意思了 本来以为我都挑了一些 你不可能记得的照片感觉 啊啊啊啊啊 那大一个 妈 这是我呀 那么阳气时髦 染着黄毛 戏风裤 帆布鞋 那个 这肯定是泰国 泰国哪 嗯 巴提亚吧 对 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去泰国 在巴提亚拍的 当时它染了一个黄毛 你记忆力可以啊 可以 相当可以 这个 这个还用猜吗 肯定巴提亚啊 嗯 头 因为头是一样的 看见小屁股 多翘 过过过 下一个 下一个 被研究 这也是啊 这两张照片我怎么没岔开啊 对啊 这也是巴蒂亚 非主流 巴蒂亚 下一个 送回提 哎呦 你 不是 肯定得 不能光让我看脸啊 不是 你就得看个大概 你不能搓搓搓 你去研究里面的每个杯子 每个字 每个什么 那还有完吗 不是这么猜的好吗 看看大概 韩国 错 曼谷 这么研究完了 还错呢 曼谷的那个 咱们经常去吃的那个就 那个那个餐厅 这个 嗯 曼谷 巴蒂亚的夏尔顿 跟刚才那张 跟刚才那张一起拍的 我只是打开了 打断了顺序而已 这个 现在上哪儿寄去啊 这不记得了 这是斯里兰卡 克伦坡的那个 米其林三星餐厅 我们去吃的 这个 迪士尼 哪儿的迪士尼 东京 对了 东京迪士尼 也是我们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去的海洋迪士尼 这个 最好菜 这个是 是 苏 诶 不对 不是苏美党 是那个 清迈的入住吧 对 我们第一次去清迈的时候 入住的清迈一个特别有名的酒店 是刘道华他们在那儿拍过电影的一个酒店 当时赶上圣诞节超贵 下一个 这个是在北京的那个 英文小镇 这个是那个 当时也是给Gucci 对 给Gucci拍衣服 下一个 这好菜 这太好菜了 好菜吗 好菜啊 这个 美国吧 美国哪 美国那个 那个金面大桥上 对 金面大桥旁边的那个山上 想知道韩总最后的点分情况 请关注下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